我們的國防部長告訴大家 如果有各種的 可能徵收需要的情況之後 我們可能不見得有發現嗎 我不知道 以至於現在需要請漁民一起來幫忙 這個感覺真的很像 當年要抓什麼十大槍擊要犯 漁港張貼小心匪碟這種概念 當這一艘潛艇是 人家漁民在補小管的時候 突然間出現一隻大管 潛艇浮上來把漁民嚇壞了之後 海軍回應 到底可以拿多少獎金 依國防部長顧力雄發言為主 不知道 因為可能是要他決定嗎 獎勵辦法裡頭 5年核定了大概39艦44萬 更有趣的是一年越來越少 反而113年 目前以上是軍艦 還沒有通報的案例 理論上更多的演習 更多的出線巡航 可能會越過或接近海峽中線 反而數量變少到底為什麼 他很多問題在問顧力雄部長的時候 他都是不回答的 他是說這個涉及很多的機密 例如這個潛艇到底為什麼 在這裡出現 我們有沒有發現 他說我們有徵收有掌握 但他是今天上午離開了 一切的密切掌握都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有自己情資的研判 不宜公開說明 離開了也不能說明嗎 因為畢竟過去都比較常 出現在東部的海岸 為什麼出現在這個海域 相對很淺的台灣海峽 目的是什麼 有各種的研判 例如像亮哥就認為 這個過去沒有這樣做的事情 這樣做應該有真正的意圖在裡頭 包括要讓台灣看到 其實或讓國際看到 台灣海峽就是它的內海 或者是有說故障 也有說像蘇子雲說要回應 台海地獄說 這個是美方的智庫說要讓 這個台海無人機或無人艇 讓大陸無法來接近 這個概念來回應嗎 那或者是基建故障 有各種的說法 但無論如何在這種過程裡頭 能夠讓民眾安心 還是假裝沒有發聲 就會安心了呢 仁俊哥 鼓勵漁民拍 我老實講 如果從比較正向來看 可能就想要補貼漁民 但國防 你說是不是做到全民國防 好吧也算 但真正對於敵情的掌握 大概是不會要透過漁民 來拍照或者是通報 為什麼 因為如果等到這個時間點 然後再回來回應 這就比照像淡水河那個地方 說因為插裝到了 我們的民間交通船 然後交通船報警之後 再通知我們的海巡 相關的單位 然後去處理 時間上面會不會有點拖太久 所以這些事情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說這幾年裡面 是不是通報的艦數越來越少 老實講我倒覺得就是說 現在大陸確實他開始不斷的把 這個台海仕途把它給內海化 這些事情其實大家更關注的 就是說我們國防在這裡面的 整體的掌握態度 到底到什麼層級 比如說像這個 洞九四的潛艦出來的時候 當然有非常多的討論 比如說他為什麼在台海這個地方 他要浮上來 各自說法非常非常多 但是因為他本身是核潛艦 台海本來他的這個深度就不深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核潛艦 我們需要裁電潛艦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他不適合台海 就是不適合在這個潛艦 在裡面做大規模的活動 那是不是因為美國在 6月26號的時候要在這個 夏威夷這邊周邊 去進行這個所謂的 環太平洋軍演 那也有可能是他的這個核潛艦 不想要走我們的東部 因為走東部的話 很有可能大家去偵測或幹嘛 就反而成為人家演練跟演習的目標 所以他選擇我乾脆就走台海 那因為有海生的關係 我乾脆就浮上來給你看 看到就看到 那怎麼樣 那這裡面當然會譴責回來 就是說 會回來的就是說 當今天顧力雄提到說 我們都有自己的情資研判 不宜公開說明 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我不可能看到什麼 我就大喇到處講 但現在我覺得民眾比較大的問題 是我們真的掌握到嗎 還是我們會有點類似 像淡水的發生的那個事情 是人船都已經進來我們看到了 也沒有處置 然後撞到船了 再過來 晃晃晃晃晃晃了多久 才有一個處置的作為 所以我覺得對於現在 整體上面來講 兩岸當然關係是緊張 那中國大陸確實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動作 你光看 第一個就是說 過去這幾年 他的軍機不斷的飛 所以空中的部分 事實上他已經突破了 那個原先大家既有的那個假想的線 第二個是如果淡水河的那件事情 視之為叫做我們平常的 這個漢光演習在演練 還特別講 我們要反突擊幹嘛的 他其實在水面他已經突穿了 因為他已經直接一個小船就跑過 我們要防的不就是這種 看起來無害但實際上有害的東西嗎 那我們的官方在應急的這個時間點 我認為他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疏漏 如果再加上我們的 這個水下的潛艦的部分 我也沒有辦法及時去掌握 對於國人來講那個壓力會很大 因為我們的政府 現在一直在告訴大家講說 對 兩岸很緊張 兩岸有很多 可能老共就可能不排除 要打台灣或幹嘛的 所以你如果這一塊 永遠都是說 我們不宜公開說明 不宜公開說明 但是你轉過來說 我們鼓勵我們的漁民拍到之後 趕快把照片傳給我們 然後來通報 那我也講實話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我如果要靠漁民來通報的話 那軍方這些有的設備 有的這一些所謂的專業的人才 那在第一時間 到底又反映跟掌握了些什麼 會員 我也很想相信說 顧力雄說他有掌握 但是因為剛發生淡水 一艘快艇跑進來 還說我們都有掌握 結果後來證實 是在岸上跟團家吵了半小時 才報警還尋屬的人才來的 不 我對顧力雄是沒有期待 沒有期待就不會有傷害 顧力雄這種當國防部長的笑話 這是今天自由時報的版面 放在A4的下面就這麼一塊 好 就做小 老共的潛艇跑過來 這個突然扶上來 這怎麼可以大做 可是你看中國時報做什麼 頭版頭 這個是核子動力這個潛艦 然後頭版頭 聯合報也是頭版頭 好 那自由時報做 重要 重要 這當然是重要 但是丟臉的事情自由時報 把它做小一點 看看人家大陸有多少的潛艦 人家是有潛艦的基地的 就是觀眾朋友 我們不是要掌他人威風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說 我們要跟大陸做這種軍備的 這種對抗 我們當然要備戰 我們沒有要投降 但是如果說我們就像賴清德這種 態度像沈柏洋之流的 對不對 或者蘇貞昌的哨把 曹新城的防彈背心 動不動就要跟人家開幹 動不動就要槍人家 這個方向是錯的 這個一個月 這賴清德才當一個月 我就懷念蔡總統一個月 你看他說滿意度大跌 流失200萬的資者 這個是賴清德個人的 這個滿意度的高低 賴總統的部分我不去談 可是我請問大家 在立法院外面的清聊 他們的口號是什麼 包括綠色賣藥的電台 他說國民黨也叫聲比較好的 就離婚姻解散國會重選 我很支持 因為我對立委的表現 我也不是很滿意 就麻煩你們再去選一次 我就認為說立法院國會重選 然後總統也重選 賴總統你敢不敢 我還要忍受你三年多嗎 你才一個月就這樣子 對不對 解放軍就軍演 然後潛艦這樣跑了跑去 我還在忍受你三年多 你不覺得你做得這麼好 賴總統叫聲比較好 你也來重選 所以那些民進黨資者 你不要這樣 我也對立委表現不滿意 國民黨我也不曉得在吵什麼 對不對 我也不曉得民進黨在 觀眾朋友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從1月13號的選舉 到現在5個月了 你覺得國家有比較好嗎 很亂 總統亂 立法院也亂 然後每天都討論這些 這些阿薩布魯的 阿斯巴達的討論這些幹什麼 你覺得國家有進步嗎 沒有 每天都要在吵什麼 重選 總統重選 立委重選好不好 黃偉要不要回應 我早就講過了 我支持倒閣 我支持國會改選 誰怕誰對不對 不過我想特別回應一下 總統也要選 總統也要選 對 他就說你違憲 他就是違反違憲 都是他們在講 因為前兩天 賴清德不是大罵馬總統 首戰集中戰投降主義 但是今天就是這個漁民發現 這個大陸的核潛艦 露出這個水面 趕快拍照 趕快賺監獎金 那我以下講的話 一定也會被民進黨說 你就是投降主義 我們有關於潛艦 我們現在有一個海坤號 請問一下海坤號 下水了沒有 下水了嗎 到目前我們都不曉得 他根本還沒有下水 上次叫下水儀式 但沒有 對 他舉行了下水儀式 但是目前我們還不曉 他有沒有下水 到底下水以後是怎麼樣 但是以這個 中俄的潛艦來講的話 現在估計 中國擁有的潛艦 大概是60艘到70艘 而核動力潛艦 因為這次可能 為什麼大家高度重視 因為大家說這個是動九四 就是核動力潛艦 現在中國所擁有的核動力潛艦 有6艘的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還有6艘的核動力攻擊潛艦 所以也就是說核動力就有12艘 那就是光是潛艦就有超過60艘 那我們現在這一艘 我們還不曉得什麼時候 會真的下水 所以在這樣軍力如此懸殊之下 兩岸之間的和平重不重要 當然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照片 我看到好多的專家 都在猜測 或者都在分析說 到底他是有要執行任務嗎 我看大部分都說 他應該沒有什麼任務 只是因為台灣海峽比較淺 所以他一定要用浮航的方式 他就是要浮出水面 然後他要北返 北返回到遼寧就是葫蘆島 然後回去做可能維修 可能說這個大家都 對 就是常態性的 所以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沒有什麼攻擊性的 好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要走台灣海峽 大家不是講說 為什麼要走台灣的東部 大家說東部 因為你經過公國海峽 那一邊就會在地下 有所謂的升文的偵測 他不要讓你去偵測到 他不要讓你美國偵測到 他不要讓你日本偵測到 所以他走台灣海峽 雖然台灣海峽比較淺 他把他這個撫好 沒有什麼關係 還有非常重要的 他最主要的理由是 台灣海峽內海化 他覺得台灣海峽 已經是我的內海 讓國際社會看到 對 這是我的內海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討論了 那麼久就是 也就是現在的兩岸之間的關係 台灣海峽中線已經消失了 各位新聞大白話的好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右下方 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 對準QR Code 掃描下載之後 就可以一手掌握TBS新聞 跟我們一起發揮監督的力量 TBS新聞大白話 幾秒鐘之後 鎖定馬上回來